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个年轻人被香港法院以非法集结罪收押了 其中就以周庭为例的话就是他未来可能会被判五年左右的监禁 而且收到这个宣判的日子之后呢 没过几天他就过了他应该是25岁还是23岁的生日 那他自己也表示呢就是他对这个判罚 虽然他知道这个判罚是公的 但是他也就是愿意接受 然后另外呢其他三个人在庭上都已经认罪 这就证明了就是说未来这几个人呢就陆续会被收押 这个大概就是香港目前的一个民主派人士的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就是徐大根跟潘大哥对此怎么看 老潘你先说 好的 我们知道之前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对立法院的一个整理 对立法会的一个清整 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除了抓捕了三位年轻的学生 还有就是立法会的一系列处理 首先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对四名 对四名这个出台香港国安法的四名官员 李江洲 刘次慧 李贵华和邓中华四个人进行了制裁 为了报复这个制裁 那么香港立法会取消了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 而这个作为导致了立法会中的民主派议员集体辞职 这还没完 还没完 然后呢又抓了两个人 就是上个星期天抓了 是这个泛民主派区议员王白宇和李轩 这个说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 除了这个香港三权问题 除了这个行政 也就是这个李正月娥掌控的政府 现在的问题是剩下两个 剩下两个支柱 立法会已经完全把这个民主派的议员基本上全提出去了 现在司法又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就要问了 这次为什么上面谈到了三名年轻人 这个黄之锋周廷都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都知道 还有就是众志组织的这个前主席林朗言 那么他们三个人在这次这个香港法庭上 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这个无罪辩认 都承认罪罪 这个说明他们已经对香港的司法已经不抱有任何信心 实际上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完全没有了 他们不相信失去独立司法的香港法庭还可以为他们身上罪名 所以他们就论罪了 那这个也使我们想起来 在香港其实没有报徒 只有报证 没有港独 只有独裁 那么这个整个一系列是整个香港从97年以来 到现在的这个不断的退步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三权分立基本上全部都沦陷 未来的香港令人非常担忧 自由化是遥遥无期 好 我先说到这里 那徐大哥您怎么看 刚才老潘聊到这个立法会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应该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吧 因为立法会发生了那种事情呢 就是基本上意味着 来自英国的这套传统的 就继承了英国的这套政治玩法的香港 它的 它的政治 受众正寝 我记得我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 就特别谈那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对于英国传统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当年那个查理一世是怎么被送上断头台 就是因为查理一世带着一票卫兵跑到议会去抓人 抓完了以后呢 当时的结果到议会一看只有议长坐在那 然后这个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就问这个议长说 那几个人哪去了 那五个造法的家伙哪去了 然后这个议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无可奉告 然后詹姆斯一世调侃了一句说 我的鸟儿飞了 然后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个事件 这个这个抓人没位随之后 紧接着议会就开始公开的和国王站到了对立的一面 然后英国内战就打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看看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五眼联盟啊 还是香港啊 还是些 他们就是都是受到了这个英国的这种恩责 是吧 自由的恩责 他们继承的都是英国的整个的这一整套 这个议会完法呀 司法呀等等都是这么来的 那如果国王可以带着人到议会去抓人 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限制是真正的 就是他的宪政的危机是来了 但是英国人不一样 英国人是采取了一种很强硬的手段来对付这种专恨的权利 但是香港人好像不是这么做的 香港人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一场政治危机 就预示着香港的这种政治制度彻底死亡的这么一个事情 在香港波澜不惊 那这个事情都波澜不惊 那今天抓黄之锋和这个 那这这两个另外两个小孩 这个不算什么事 另外说实话 我对这个黄之锋和周庭是非常的讨厌 所以我在那个推特上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说完了以后结果导致一群人在对我谩骂 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狼仔 那话很难听 但是这是个事实 因为周庭在鼓吹社会主义 然后黄之锋的鼓吹BLM和这个安提法 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说 这些人脑子里边塞的都是什么东西 他们最喜欢的东西恰恰是那种 在迫害他们的那套思想体系上的东西 这个所以你要讲这个 那我觉得真是乌语 因为过去两年时间死掉的那么多人 都没有激起人们的愤怒 都没有激起最起码像样的报复 很多人说 他们有枪有坦克有正规军 我们怎么报复 中国人的黑社会小流氓 打黑砖你不会吗 你觉得小流氓这种手段 你觉得可能不好听 但是没有问题 你干的是正义的事情 这个手段就未必他不好听 再有就是说 香港是能够搞到枪的 打黑枪这个事你不会吗 那个澳大利亚的彭教授 是吧 教大家制作燃烧瓶 这个你为什么就不学呢 你们这群人怎么就怂到了这个程度呢 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 好嘞 这个交给周瑜 交给周瑜 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徐大哥也说到 这个香港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其实已经有数千人了 那大部分是以这个年轻人 包括年轻的学生为主 另外呢就是香港的自由派 最近公布的数据呢 自反送中到今天为止呢 香港的总共有九千人 因为反送中的事件被捕 那其中呢有四千人是学生 这四千人当中呢 又有将近一千多人 是未满十八岁的 那在总共的九千被关押的九千多人中呢 因为香港本地的这个 就是暴力体系 已经不足以关押这些小孩了 所以呢就很大一部分的人呢 被移到了深圳 还有就是香港周边的监狱去进行受压 那当然了如果他们被移送到这个大陆之后呢 对待他们审理他们 那就是大陆的一套的整个的司法体系 那我们之前也能够看到 就是甚至有被被关押在深圳的 这个香港的老太太 在这个监狱里面受得到了非人的虐待 然后我们也知道 这个有十二个香港的这个小朋友 他们去偷渡去台湾 中途被被香港警方扣押之后 转交给了大陆警方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也就看到 就是中共他对香港自由的自由派的人士 其实是在逐渐的开始收网 包括对黄之锋 他们这三个人的抓捕 其实这个当然了 就从目前来看 香港的自由的势力正在逐步的凋零 我不知道就是对此大家怎么看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刚才那个郑宇提到的 香港这个因为这个抓了人太多 出现了饱和 把那个反送中之中非常勇敢的一位王婆婆 刚才提到的 就是王凤瑶王婆婆 在这个月的21号突然被捕 被捕之后呢 指控他有一个袭击罪 本来应该是 就是上周五 就是开庭审理的 因为他身体出现了状况 所以推迟到 这个王婆婆估计也要 因此承受牢狱之灾 那么刚才郑宇提到了 第二个比较搞笑的事情 就是12名香港的这个偷渡客 从香港偷渡 划一条小船 准备偷渡去台湾 结果中途呢 是香港警方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 把他们交给了大陆的海岸巡警 结果他们12个人就没有放到香港处理 把他们全部带到了深圳 带到了盐田看守所 采取对他们处理的方式 跟以前对待这个大陆的异议人士一样 让他们写信劝家里的人 让他们认错 告诉家里的人 你们不要再替我 深圆替我抗争了 你们就是认识 你们不要再散政府了 结果呢 就是李宇宙的妹妹 就把12个人中的之一的李宇宙妹妹 就把这个公开 这个信 清理信公开到网上去了 结果发现这个信中 有很多的可疑之处 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这个 他原来的意思 但是支持他是谁的 这个信只能一种情况 就是在他逼迫的时候 写出这样的信 是一个认罪书一样 对不起国家 分裂国家 对不起香港 对不起香港人民 反正就是一套高腔调 而他们又隐含了 这个12个香港人 因为在大陆关押 所以他们所有承受的 就是大陆看守所那套东西 因为我是进过看守所的 我知道看守所是怎么回事 那长期押在看守所真的是比在监狱还难受 那种关押的空间特别小 一个耗子里面塞满了很多人 而且还有这个警察 辅警对你不停的折磨 尤其是你这种属于政治案件的 那肯定承受的比刑事案还要多 所以这12个港人 想必在大陆看守所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而他们被迫写出了这样令人非常发指的 这样一个道歉书或者叫悔改书 劝家族不要再维权了 这个简直就跟处理大陆的那个 那个异议人士的案件一样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张展律师 张展律师的母亲就收到我 让她传话给这个张展传话给她妈妈 在她不要再雇佣人权律师了 直接用官办律师 就这样一种回事 是吧 另外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是这样报道的 就是今年的评选的这个 世界这个移居城市 有66个城市评选 香港在五年之前 也就是在2015年 它还是位居前十名 排在世界的前列 但是到了2020年 香港的位置在这66名之中 已经排到了57位 已经成为亚洲垫底的城市之一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那么我们想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我现在把这个话直接 就我的观念就直接扔出来 就是香港人争取自由 把这些年轻的小孩子 送到这个共匪的炮火下 是非常不值得的 我的看法是年轻人 有反抗金额的年轻人 赶快申请出去 包括英国 加拿大 美国 这些英联邦 或者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英语国家 都对他们提供了保护 你们先出去 出去之后 再磨求发展力量 香港自由化 是肯定要通过军事斗争的 它而且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独立 香港没有什么跟大陆在一起 然后一家亲 回归祖国 这种 这种 这种叫想当难 导致了他们今天 遇到了这样的结果 就是当时97年 经过了这个23年的倒退 真的 我们可以说东方明珠香港 用他们亲身的经历 告诉人们何谓通往奴隶之中 好 我就说到这里 老潘刚才表达到 真是每一句都很支持 是这个道理 香港的真正的道路就是独立 别跟他们大陆扯什么蛋 也别搞什么中国文化 香港今天走到这一步 人性如此之懦弱败坏 就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害惨了 我们讲到这个问题 刚才我讲英国的问题 英国遇到这种事情 肯定就是拿枪跟你干 美国人更是如此 很多人以为就是说 当年美国人革命 是因为受到了英国人的欺负 根本没那为事 后来很多老兵回忆说 当年美国革命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被英国人欺负了 没有 是什么原因 让当时的殖民地人起来 要独立 就很简单 就是说 这帮英国佬 要让我们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 这不可以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生活的 凭什么要按照你们的方式 生活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至于我们今天历史书上 记载的什么波斯顿查 什么那个波斯顿警察事件 还有很多那些历史事件 当时普通的参加革命的那些士兵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仅止因为他们生活方式 受到了侵犯 他们就起来造反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 一种自由精神 这种自由精神 才会导致 导致在这种英语系统的国家 才会有一种美国式的 这样的一种国家 实际上为什么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是在英国的帮助下帮他们独立的 因为不帮助也不行 他就知道这帮这帮人不好搞的 早晚他们会会会像美国一样的 这个道理就是其实就这么简单 香港问题也是这个 但是就是我前面的话题提到的一个就是对这个黄之峰之类的人都不屑 有很多人的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冷血 你这个是吧 说这个是不是就是 说这个 稍等啊 我把那个珍鱼的号还出了一个问题 我就加进来了 OK 那个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看待任何政治问题是有好几个层次的 我们不要简单的去看这些问题 我们对黄之峰的首先就是说对他的人权 对他的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 这是绝对要支持的 我不论他这个人持有什么样的观念 有人说他支持拜登没关系 他有权利支持拜登 但是有一点 我绝不认同他去支持那些BLM那些街头上搞的那些暴力活动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这个黄之峰你要去支持那些东西 我觉得你脑子坏了 你支持拜登的仅仅是你一种政治观念 或者这种选择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有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选择以后 你准备把香港人把你跟你跟你一起混的那些年轻人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最让我失望的就是夏天的好 那个我去纽约去中领馆门口去支持这边香港人的抗争 我表达我个人的这个一个想法 我去了把他们准备把他们录像能做传播 结果我到了现场一看他们和那个BLM那帮年轻小孩混在一起 在反美国政府 我都觉得这帮孩子脑子都坏掉了 所以我当时录到一半我就就走了 就没法录了 然后跟我一起去的这几个人我跟他们招呼一下 我们都走完都不在这玩了 这帮孩子太不争气了 就没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力 所以说我们还是那话题就是我们看待政治问题是要一个它是一个多层次的 首先他们的这种生命权自由权 我们要去坚决的去支持捍卫 努力的去替他们说话 包括周庭这些人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这些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些社会主义思维是坚决要批评的 甚至是驳斥 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说 在香港街头发生那么多暴力的事件 我支持他们去反抗他们去做 而不是说支持他们去 就是说看别人去流血牺牲 我不是这种想法 我也不是那种爱吃人血馒头的人 没这爱好啊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每一个你身上很有血性的人 你就按照你个人所能接受的那种程度去做出你力所能及的报复 实际上是这个态度 我觉得跟对坦克扔山烧平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东欧人一直就在这么干 那些有血性的民族 有血性的国家的人都在这么干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是吧 我就说这么多 那我下面接着说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整个的香港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可思议的一个变化吧 就是香港的中产对于这场运动的一个态度 那尤其是香港的中产随着香港的政府不断的释放出红利 我们也看到就是香港的中产对于学生的支持的这种态度明显的弱化 或者是隐藏 那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 就是香港的年轻人最后发现冲在前面的最后只有他们 另外就是包括了一些为数不多的所谓的一些银发族 但是香港的真正的中间力量中产对于这些学生的 就或者年轻人的支持远远不高 我们也就是另外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就是香港人 他自由和金钱在怎么选择上面 首先有两个两个事情 这个一个是林郑月娥他释放出要要建更多的公屋 就是所谓的公屋就是连租房或者是连价住房 这个对香港人来说就是香港大部分的这个人 其实对这个政策是非常的欢欣鼓舞的 然后另外的就是之前蚂蚁金服要在双地上市 就是在内地上市跟在港股上市 而在港股上市的时候就有140万的人去要去打新 那这140万基本上也就是香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阶级 那我们就是也只能够看到 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 在国安法他不断的实施 然后香港的很多的这个机关呢 其实已经是共产化了 那像照这样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的就是发现这个中产他不愿意再去 如果他有这种不再愿意为香港的青年人 或者香港的自由再去牺牲的这种前提下 其实我认为就是香港的年轻人 他应该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上 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 是应该就是说去离开埃及 还是就是继续要在那里被一网打尽 或者就是说慢慢的去凋零 这个我觉得是香港人比较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就是二位怎么看 潘大哥您先说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种子当成粮食吃掉 年轻人非常可贵 而这帮年轻人很大部分都是基本上都是没有参加这个97年的那个回归的 因为他们都很年轻甚至二时候是出头 那么所谓的把这个97年 中共的轻食会一步一步的像是港英政府留下来这些民主资源 这些县人资源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吧 中共的这种渗透是真的叫防不可防 它不但是今天对香港如此造成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 对原来的英式宪政三权分立的这种彻底的破坏 而且中共的这套统治术它还向外输出 向那些就是民主或者说宪政资源比较浅的社会对它进行这种渗透 那都是很吃得开的 为什么因为人心都是恶的 所谓的掌权的他都会因为这个问题去采取中共的这种措施 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原来是孔子权全球各立便利开花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中共不但是向外输出他们的金元外交 它还有带有它的意识形态 它极权的这种思想 所以我们得出了香港的这个结论 就年轻人能够尽量离开就尽量离开 你看现在离开多不容易 香港已经被那个大监狱了 它很少很少想出现 我们简直以前没有听说过 12个人划一条小船 要划过整个台湾海峡 划到台湾去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壮举 就跟当年的那个大逃港一样 可惜的是 逃港的目的地 今天变成逃港的出发地 这个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中英联合声明 这本逆事性文件原来是为香港基本法的出台 为后面的一系列的法制作为一个标版的这样一个东西 逆事文件 居然被中共说成是没有实效性的 没有这个作用的这今天 所以对于中共这种出尔反尔的这样一个蛮横野蛮的政权 还有就是徐库斯一直说的邪恶的中国人 香港人最好跟他们邪恶的干干净净 尤其我觉得在主观的身份认同上 不要再说我是中国人 我们是香港人 不要再这样了 你一定要认为自己仅仅是香港人 中国人跟你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血脉相面 你要有这种一种出自于内心的一种独立意识 我觉得经过两大人之后 香港会独立 因为独立它首先是一种在精神上 在你的行为上的一种独立 你还是那种大中国状态 然后唱这个后援甲 唱这个我的中国心 那所以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而且今天流了这么多年轻人的血 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惨淡的结果 那是令人虚心不语的 那么反思在哪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这种 家国认同 对于自己身份的混乱的一种认同 把香港一步一步的带到这种极权的深渊 现在变成一个中共牢牢掌握的 所谓的东方民怒 其实变成一个东方奔坑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讲过了 它从世界移居城市 亚洲最适合移居的城市垫底 从前面到最后 那这个一个反差实在太大了 仅仅只用了五年 五年前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 占中事件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去年的反送中 到今年的大抓捕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往下下 还有没有的下 还有的下 最后是无底洞 香港彻底的大陆化 所以这个是令我们非常担忧的 好 谢谢 徐库 老潘刚才讲到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美国呢 当年呢 发生过一个 就是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很多历史书上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是一个小错误 但这个小错误无上大雅 是什么呢 就是波士顿惨案发生的时候 有一个 这就之后 之后呢 有一个列兵 这个列兵呢 叫列维尔 这个列维尔呢 骑着马呢 去马萨诸塞的各个地方通风报信 说这个 说这个 英军来了 这是所有的历史书上记载的原话 都是这么讲的 英军来了 这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是个错误呢 它的原话应该是正规军来了 因为当时的殖民地 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 你突然说叫英军 这叫怎么回事啊 这个 这个道理 跟很多香港人认为说 中国军队来了 他们听着觉得很别扭一样 实际上当时的殖民地人也是这样的 但是 我们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英美的这套传统 它如此之了不起 那对于 对于殖民地人来讲 他们迅速的就改变了这个身份认同 其实 美国人改变身份认同 就是1775年的事情 那一年都一定说 那个 国王当时在那一年的8月份 就是出台了一个法案 说 那么殖民地人是叛军 什么 那么被他们对国王忘恩负义 哇 这个话一说 那个殖民地人一听 那行 我们跟你就就拜拜了 然后迅速的那一之后 就是美国人就就就 马上就有了自己国家的认同 就是 我是美国人 我不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英美传统来讲 它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很容易解决 这个我想老潘理解这个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我们 因为在这套传统当中 我们都是持有两国论的 地上的国是很容易被放弃的 天上的国是不能被放弃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转换身份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就是说这个 不做英国人没什么了不起 那同样的道理 那对香港人来讲的话 不做中国人真的很难吗 这本来就不难的事情 但是 但是他们的就是 这帮年轻人可能好一些 但是他们的上一代人 他们坚定的去做中国人 这个很很很很 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但是 我们虽然说这个年轻人好一点 但是他们的街头运动 两年多来至今不敢公开的 承认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我觉得你不把这个身份 转换给改变过来 你说我们香港的自由 这不是空话吗 对吧 美国人他要独立的话 这一关他是绕不过去的 你到底是殖民地人 你到底是北美人 你还是英国人 这一关你是绕不过去的 最终美国人选择我们是北美人 我们不是英国人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对他们来讲 就是说这种解决是如此之快 就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底策 他们的这种 这种信仰底色和他们的传统习俗很不同 可惜 就是说受了英国人一百多年教育的香港 居然如此之糟糕 不要说勇气了 那种道德勇气了 就是说 连这种简单的这种观念认同 都扭转不过来 所以我对香港的前途非常的不看好 我就说这么多 真语 哈喽 睡着了吗 那我来总结一下就是是这样的就是 首先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香港中 对香港中产 香港 首先我们也看到香港中产的不断的堕落 它可能会更急速的去 其实这也是一种绥静 会让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渗透 或者对香港的这种直接化的管理 会越发的严重 另外一点呢就是 未来的话 它对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一个警示 这种之前就是年初讲的这个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会到来 那么最后呢 其实就是还是最后给这个 这些香港的年轻人们就是一个一个建议 或者是或者一个讲一句就是发自发 发就是讲一句 它不管从价值观还是它的整体环境 已经不适合不适合你们了 就是你们应该就是勇敢的去去走出来 勇敢的去走出来就是 其实离开香港那一片土地之后 它有更大的一个世界 将要就是拥抱大家 然后另外就是希望最后就是想祝这个香港的这个年轻人 好运也希望就是最后就是大家在这种关键的这种时刻 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一点我也非常佩服阿威的一个看法 这是对的就是说 那个你不能不能把粮食的 那个汉大哥你看是不是我的这个信号不好还是怎么回事 我估计可能是我的那个网络的问题 网络的问题 没事你有点远缓 然后另外就是 我来说吧 对 你先说完吧 对其实我已经就是大部分已经讲完了 因为这个我还是就是希望就是 未来的就是香港的年轻人尽快的能够走出来 尽快的另外就是 是希望 以香港的这种目前的这种现实处境 是需要给台湾一些警醒的 但是就是从目前来看 这个 台湾的 包括中产 包括这种他们对共产党或者对中共的认识 其实是不足的 这个当然这个东西未来的话 对台湾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 好的 就是我先把这个话筒交给这个潘大哥 好的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独立组织的领袖 他那个组织叫学生动员 他叫钟汉林 他是大概是在上月是被共产党被香港警方 说是香港警方 其实我们都知道背后是什么 那么当时他 我插举嘴 我插举嘴 我知道这个年轻人 而且我们在 我和那个上海民族党的人 在时代广场好几个地方对他表示过声援 你要查看我之前的 我的一些现场记录的片子 有 有一个 我们的一个广东的朋友 在举牌子声援这一个人 这个所有 所有支持独立的人 不管你是支持哪个地方独立的人 你都是只要是愿意肢解中华文化的这些人 我都会表示支持 因为自由是最重要的 OK 那么所以呢 他就 钟汉林就成为第二名被起诉的国安法的一个指控案件 而且他指控的罪行还是蛮大的 叫三栋分裂国家 这个放在大陆就是我们艺人是都非常熟悉的 对吧 三栋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么现在这个罪名也给香港人套进去 也给他们下套子了 这个钟汉林很年轻啊 刚刚二十出头 而且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当时的自由运动 那我们就知道就是六年前的这个 占中事件 那么所以呢 他是被香港国安依据国安法首次 首位被逮捕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接下来将要面临牢狱之灾 他在受访的时候也对美国之间的错 他对香港的司法程序公平感到担忧 并且他一直主张香港努力 他就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我是一直主张香港努力的 而香港政府是不允许反对派出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更加担忧香港未来 那么他在10月27号就是一个月之前 在去美国领事馆的路上被香港警方逮捕的 就他们本来是一行六个人准备去美国领事馆 申请这个政治庇护的 那么所以呢他现在这个依据新的国安法 他有这样几个一个是刑事毁坏非法集会 还有这个前面提到的三栋分裂国家 那么他比较担忧就是整个香港的司法 他现在已经不是采用英式的这种法律依据了 而国安法呢更加接近中国法律 更难提供无罪的证据 而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以来 很多批评人士都抨击 迫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迫害了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 那所以呢我是这样看的 就像钟爱玲这样的年轻人 确实在香港本地谈独立 是冒很大风险的 但是出去的香港人 我觉得是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我觉得是你可以大胆的去排 大胆的上街呼吁 把这个你们所做的这个行动抗议 包括写的是自由香港 香港独立这些话都把它打出来 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这个不是做给自己看 也就是做给大家看 做给我们的未来看 就是香港肯定是要走独立这条路的 很可惜这位年轻人才二十多岁 才二十出头 可能对他来说面临的是 就是非常长的这个牢狱之在 而这个学生动员这个主持 由于提倡港独 那也被强行的这个给清洗了 所以这个一切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令人唏嘘不已 也是非常令人发指 就是整个香港它已经完全大陆化 跟刚才郑怡先生说的一样 台湾是要足够警醒的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 台湾被红色政权渗透 台湾在香港化而香港在大陆化 那么下一句是什么 而大陆正在朝鲜化 这个一系列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往下下 思路条理非常的清晰 我们再看一下像美国大选出现的这种混局 整个世界的自由 整个世界的民主法治都受到左派的挑战 受到了极左意识形态的一个严峻挑战 这个是更值得我们待会 所以我们待会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互动的时候 谈一谈当下美国大选的一些移局 好的我先说到这里 我来回讲一个刚才观众说的一个问题 我读一下啊 他说想问徐先生 如果香港人扔砖头给所谓的警察 中共是不是就可以公 就不会开坦克进香港 如果开坦克进香港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这个问题谁都不是预言家 谁都不是先知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一些例子 可以从一般性的政治观察上来给你讲一讲 当年波斯顿查案的时候 所谓的波斯顿查案就是打死了一个人 打伤了三个 然后后来证明是那几个人主动的向英军挑衅 那个英军士兵和那个少校是无罪的 然后呢 但是不管他有罪无罪 这个罪当时因为在那个时候 信息不发达的那个时代 这个事情一发生那就一定是 就预设立场了英军有罪 英军有罪的这个后果是什么 就是当时的马萨诸塞人迅速的就集结了30万军队 30万军队是什么概念 你可以想一想那时候整个殖民地 13个殖民地才才300万人呢 290多万人 也就是说30万人 那就意味着整个马萨诸塞的成年人全都拿着枪来了 这就是美国 美国的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后来我们还有比这个30万军队起来反抗 更加了不起的是什么更加了不起 另外一个年轻人叫约翰亚当斯 美国的国父 他站出来为那几个英军士兵辩护最后是无罪 你能想象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塑造的美国 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被变无罪以后 首先约翰亚当斯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然后所有的马萨诸塞人也都服气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法律就是法律 大家要尊重法律 然后30万人很快就散了 再散了这种美国独立的这个种子 就算是种下了 就是慢慢大家就觉得这种我们跟英国人已经活不到一块了 但活不到一块不意味着在那一件事情上 因为当殖民地人是不认同法律的 所以我们讲一讲 我们拿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比对香港问题 哎 你们那么多人被这些警察给打死了 被折磨死了 你们连骑马的报复 你都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条件 各式预设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我只想问一句你们是人类吗 正常的人类难道不这种反抗压迫和这个有起码的这种广泛的同情心 这不是正常的吗 如果你认为我就是说煽动这帮年轻人去去热黑砖头 说是这个没有同情心 难道那些死掉的人就应该这样这样死吗 这是不是更加的没有同情心呢 所以我们看看问题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你没有建立一个准确的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的话 你总是会在很多问题上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看法 我就想说这么多谢谢 那其实就跟这个刚才有网友就是说到的 其实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就是我们就为了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区域 他为了争取自由 他都是需要有牺牲 都是需要有付出很大代价的 那对香港的这个年轻人也是 但是最核心的就是香港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真正的自由在哪里 然后另外就是我不知道就是 两位大哥对这个香港的事件还有没有就是要补充或者要说的了 我说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用看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 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些话题转到这个美国大选人 因为就是我看到这个留言里面很多的这个网友 他在评论里面还是就是不由的就是提到这个美国现在的大选的问题上 我再补充一句你刚才讲到自由不是免费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有机会来美国的人一定要去阿灵顿公园去看看 漫山遍野的墓碑就挨着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边上 五角大楼就建在墓地边上 美国的美国的所有的那些最奢侈最豪华的很多地方可能旁边就是公墓 生命尊严就是这样得以捍卫的 自由就是这就是付出这样的成本和代价的 我去参加那个美国的老兵节的大游行 就是他们那些士兵各种各样的老兵穿着不同时代的军服 拿着不同时代的武器就出来了 但是他们就除了这些武器和军服以外 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他们拿的那个条符上写着 freedom is not free 然后你在那阿灵顿公园也会看到这句话 所以说如果你在精神上你不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这种观念认同的话 那我觉得你被人操屁眼你是活该 你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我就说这么多 我补充一下我刚刚才看到这个 这个网友说就是我们为什么都出来 不在国内对着干 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在国内对着干了 然后才出来的 然后呢 其实就是徐先生他的本意呢 其实就是还是认为香港人他目前的这种和平的这种抗争 其实对香港的未来没有太多的这种 其实说白了就是意义不大 另外呢就是徐先生另外的一个本意 既然就是你要预测到要牺牲 要付出代价要有牺牲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不如就是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核心 并不是说我们要让大家去抗争去牺牲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徐先生他这么说 他只是给出了一个样板 你要争取自由是需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如果就是这种成本的机遇 或者在这种大的局势下它不存在 或者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这种有这种前提的话 你其实还是出来是最有意义的 你就看国内的 我们看国内的就是四个人 任志强 任志强 孙大武 还有这个重庆的这个姓李的这个企业家 包括在北京的这个姓肖的这个女企业家 都是因为在国内抗争了之后没有抗争过 然后被 耿肖男 对耿肖男 被捕了就是我们并不是 我们核心的意思还是就是要大家去抛弃这种 这种大一统的这种中国概念 不是去忽悠大家去怎么着 在我的眼中就是很多的这种牺牲 相当于服药汉术 那徐大哥 您还跟那个潘大哥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没有了我们就直接开 开始就是说美国的事情好不好 好的 我回答一个朋友的问话 是王先生 他说大陆朝鲜化 潘先生你真觉得有改革开放 不就是联宁的新经济政策吗 真的以为和1979年有不同吗 我们现在是可以这样看 就是大陆的朝鲜化是一直没有停止过 就像你说到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 就是类似于联宁的新经济政策 那现在对这些孙大午 李怀庆 董沙兰 这些民营企业家 江苏又抓了一个 杨忠毅 那么他们抓这些人的这个目的 他们其实除了这个 给他们套口袋罪以外 套寻衅知识以外 还有就是看动他们的财产 不管你有没有支持民命 有没有支持这个反共的势力 但是你的财产 你拥有财富就是代表原罪的 还包括现在像这个中共 对一些互联网巨头进行了这个收割 像马云 马化腾 刘强东 他们乖乖的收割 把白手套的 在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财富 都给收割 从这个层面上看 说的是对的 其实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摆脱 朝鲜是极权的一个轨迹 只是他在这个轨迹之中 有时候可能会宽松一点 可能让你去发点小财 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财富 完全的占为己有 因为你迟早要交出去 你是韭菜 你注定要被镰刀收割 所以从这个问题上 我是支持你的看法 1976年前跟1970年之后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 中国人还是原来的共产党 而我回复你的这个问题到处结束 好谢谢 好我们现在这个聊美国的大选的一些问题 那还是我来开个头 就是其实在聊天 看直播之前我就问了徐大哥 就是现在的整个的情况 其实对川普不是特别有利 那就是我们也跟对网友 其实也算一个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吧 就是徐大哥您看 川普的这个翻盘的几率还有多大 还有就是他 川普如果有翻盘的几率 他靠什么翻盘 我呢一般不对结果进行预测 否则的话我就成了政治骗子了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 很多人把我归类到川粉当中 我已经我在我的无数的节目当中 反复强调我不崇拜任何人 但是既然大家如此的这个是吧 愿意把另外一个人污蔑成某种粉 那我就接受 我就是川粉没有问题 OK 但是我同时要说的是就是说 成为川粉你需要足够的知识 对这个美国的自由传统要有足够的认知 但是如果你要成为川黑的话 你只要张嘴胡说就行了 大脑简单就行了 这个人云亦云 所以我呢对于这种的川普的支持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认同 对于一种自由传统和基督教道德秩序的认同 不是说我多么迷恋川普这个人 他的女儿有多么漂亮 那个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至于你说结果和现在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 法律现在的程序还在走 我们凡是听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法治之下的国家 不是个民主国家 所以不要去幻想说这个一说这个民主投票已经决定了 现在总统就是拜登了 没那回事 最终决定的是法院 法院决定谁是总统 谁再是总统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不用不用太太想太多 而且这个法律程序现在还只是在过程中 而且只是还是刚开始的那个过程中 远远还没有到高分时期 你们着什么急能不能再等两天啊 在这说这种预测也也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算是决定了拜登当选了 这个又又能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世上的事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也不认为就是说拜登真上台 就是说美国就听就就一现就就黑了 不是那样子的 我们对这个美国还要有更复杂的理解 美国的问题更长更更更更加的 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另外呢川普如果他要下去的话 那对美国的影响确实是极其恶劣极其深远的 首先拜登上台如果上台 他被他的当选没有任何这种道意上的和正义上的这种合法性 其次就是说他的那些拜登的那些公共政策 那些那些的政治选择对美国的这一套这个社会 对社会的这种污染将会是持久的 而且就是说将来还能不能有民主 我觉得都都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了对我来讲有没有民主是无关紧要的 只要有共和精神还在 只要这种大家的这种自由的信念还在 我觉得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民主吧 不就是票选吗 票选最好是有道德的人 能对能对自己的选择权负责的人去投票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说这么多 老潘 好的 我在留言区里看到两位弟兄谈到了唐人街 一个是刘弟兄 看看唐人街 多数人都是为了一口饭 票投给谁 都对这些底层华人 丝毫没有影响 你这个说的是对的 像鸡国人 鸡国总群他们组成的这种定居者社会 一向是这样的没有底线 我就听说过好像在法拉盛有过 拿一盒鸡腿饭换去血票的这样一个操作 神操作 我听说过这个事情我没有验证过 但是我相信这个无声认者他是天然的左派 所以在美的华人应该是绝大部分 他们如果有选举权的话 他们如果参加选举的话 我们不谈放弃的 他们如果参加选举的话 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把票会投给民主党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是大政府小社会高福利 所以他们肯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而共和党呢 就像刚才徐师说的一样 就是他们根本上是保护这种联邦体制 共和体制和美国的保守主义精神 他实际上不是一个提倡民主优先的这样一个政党 而在美国整个腾飞的过程中 我们从19世纪到20世纪 共和党长期执政的阶段成了美国腾飞的一个基础 分别是在那个就是南买战争之后 就是19世纪下半年和二战之前20世纪的上半年 这个期间是共和党长期执政的期间 也带来了孤立主义和经济的繁荣 所以从美国本土的利益来讲 尤其是作为美国共鸣 我更觉得应该把票投给共和党 那么另外一对弟兄是 China Halfway也提出了一个唐人街的问题 是唐人街的华人经过数代繁衍之后 那些华裔才能融入美国 其实我觉得不是代际繁衍的问题 是整个华人身份的问题 你不要再把自己当成华人 跟华文化跟方块字 跟华人的家庭 尤其是家庭的这种轮进行切割 在美国你要相信自己是个美国人 所以唐人街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社区 它里面更深的有这种 东亚的这种保守落后的这种意识形态 和西方民主和西方自由观之间的一个差距 这个我想是唐人街成为这个 这个脏乱差代名词的一个原因 就是华人是缺乏自我管理秩序 也缺乏这种价值担当和道德担当的社会群体 我们带去的是这个 谢谢 我来说一下 就是我看到有网友说 这次法轮功这个团体背景的媒体 是坚定挺川的 虽然不认同他们的宗教 但是这次挺川的立场 是要给法轮功点赞的 那我首先说第一点 我们先不说美国的选举 选举 我们其实看到在香港的问题上 法轮功的媒体它是坚持最久的 或者是它在 它其实就是对香港的支持是 或者是对香港的这些年轻人是支持最大的 那很多人就不明白就是说 法轮功它其实它的这个宗教体系 跟这个基督教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为什么他这么支持川普 那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法轮功的体系 它是一个绝对保守的这么一个体系 所以呢 他当然会支持这种川普的这个政策 然后另外就是法轮功 他的他的整个这个体系 他们在长时间呀 他们是其实是 因为长时间是这个 在他们的大部分的发展时间 是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是执政时期 就是奥巴马时代 他们其实是打过很多很多的交道 他们深知道就是美国的这种 尤其是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就是有一点像 中国的这种政府的这种打官腔 或者是兜圈子 就是让他们也是看到了 就是美国政府 或者就是民主党本身存在的很多问题 然后当然了 然后第三点就是 就是他们通过就是 他们通过就是 对川普看到 川普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上面 甚至包括就是 因为你看有法轮功在大陆受害的学员 是被川普邀请到这个 是被川普邀请到这个白宫的这个办公室 总统办公室 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机翼 所以呢就是 对于他们来说支持就是法轮功的团体 支持拜登去 其实也是也是必然的 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在法轮功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因为有基于信仰 所以他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是能够从一而终的 不会因为中间有任何的这种摆动 左右的摆动之后 他们去做这种奇强派 你是不永远是很难够见到 有信仰的团体 或者有信仰的个人去 去做这种两边都讨好的事情 这个是你很难很难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网友的一个回复 希望就是就是能有能对他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用吧 我就是两位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回复的 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 所以美国的民主党的堕落 背叛了美国人民的民意 这个东西很难讲 它是背叛了美国人的民意 因为至少还有一半人在支持民主党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呢 怎么讲呢 它是一个广阔背景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产物 也就是说 民主党今天的这 它有一个也是混合着大量美国保守派的这么一个政党 变成了今天一个完全是进步主义的一个左翼的政党 这是有它的长期这种演化的一个背景和这种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潮流问题 其中有一个像霍国殃民的那个乔姆斯基 有空我们可以把它揪出来单独聊一下 就是包括这个共产党在美国的影响 各种左翼运动在美国的影响 最终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民主党和已经和历史上的民主党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好多人我们有时候拿历史来讲呢 总是有一种 不太不是的不是那么回事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社会从现代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社会以后 它就会产生了大量那种好意勿劳的人和那种就是吃饱了称的人 就是讲简单了就是这么回事 哎 你比方说这个同性恋问题 就同性恋问题 它本来是个私人问题 你自己在家爱搞屁眼 你就搞完这么没有问题吗 我不反对你们去在家这么干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拿到公共空间来 要用婚姻制度来去规范它 那这就反人类了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对人的性别的界定 要不就是男的 要不就是女的 没有第三性 绝不承认第三性 对吧 至于你私人愿意承认第三性 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我绝对不能在公共空间当中这么做 所以说也绝对不能说一个国家的婚姻制度 要去支持一男一女 因为这在逻辑上就必然会导致了一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两个男人可以 那一个男人和一条狗可不可以 那个彭教授说了一个事 就是这两天在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个非常耸动的一个案件 就是有一个男的跟跟他们邻居家一条狗爱了 爱了 然后就是整个成了澳洲的一个热点话题 那这就是如果是如果是按照这种这种男同婚姻 就是男同女同婚姻合法化的这个逻辑 你往下想 难道那个人和在隔壁邻居那条狗不是纯真的爱情吗 他们有没有婚姻选择的权利呢 你按照这个逻辑 他一定是有的 他们可以这么做 然后我们紧接着在学术上就发明出来 人的性别可以引向是吧 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 这是科学科学证实的 有的人他天生就是爱狗 他就爱到了那个程度 他们有结婚的权利 这样的东西就被发明出来了 然后好莱坞的电影也就拍出来了 一群观众在下面看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哇这个太感人了 人狗那样 我们我们的故事要不再往下走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如果为什么很多人那种那种包括当时的就是那个美国最高大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写写他的结论的时候就提到说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是我们几千年以来共同的习俗 如果这一条防线我们守不住 未来我们所有的防线都守不住 道理就在这 如果你守不住男女之间的这一道防线 那你紧接着就是人和狗 人和猪 所有的所有的物 猪和猪是吧 这个东西就多了 对吧 这个这个整个作为人类的这种这种秩序就崩溃了 但是那又回过头来讲的话 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那就是民主党怎么会支持这么一些精神错乱的这这这这所谓的他们认为的叫自由的价值观 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 因为他们吃饱了真的 你把他放到中国那个环境下给他饿几天 你说我们的同性恋婚姻是这种自然而然的权利 共产党一棍子就给你打梦了 你少跟我说这种废话 所以说人们长期在一种一种宽松的一种好的一种环境下生活惯了的话 他就会犯贱 因为这是人性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人就是堕落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不能假设说说美国现在已经高度文明了 人就不堕落了 恰恰是因为他高度文明他才要更堕落 更更走向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个方向 我就说到这里 老牌 我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想要的总结 从一个落后的渔村走上文明 香港社会用了155年 而从这个文明的东方之铸 今天划下了东方监狱 只用了23年 西方文明和中华文化谁忧谁烈 一目了然 不正致命 我想说的是呢 这个香港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要认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真正的诽谤 并不只是9000万特殊的材料 还有那个14亿的大中华胶 吃纳粹分子那帮赞人 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实就是一坨屎 香港人需要排除狼狼 那些大中华主义 认清楚中国人 中共和中国文化的邪恶三个 三个一体 认清共产党的前提 是要认清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邪恶 如果这个问题认清楚了 就无所谓有没有共产党 而且呢 这个香港社会的那帮老年的香港人 他们携带的那种大中华基因啊 需要让他们死绝 就相当于那个以色列在旷野上的 那个40年 让那一代如性的人死绝 然后让年轻人再进入迦兰 我们要想到香港的彻底的自由化 就是争取真正的独立 需要百年某一届 而它的一个必不可扫的必要条件 就是香港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社会 香港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基督徒 不但是香港 美国人也是这样 他们需要重回真理之路 如果不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的 美国的衰弱和堕落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我就说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各位 西大哥有什么要说的 有什么要补充的 还有什么想回复网友的这些留言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刚才老潘总结的很好 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但是我看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可以回应一下 就是说有位网友非常善意的说 我期待和祝愿以后三位的直播看的人数能过千 我觉得不要做这种幻想 因为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说 凡是听了我们节目的这个讲中文的群体 恨不得能把我 对二位也许客气一点 对我这样的人 能不把我踏上一万只脚 然后有恃不得翻身 我觉得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从来不做这个幻想 我的自己的频道开播了一年半 一年半现在的粉丝量 那个订阅量是一万五勉勉强强 就是勉勉强强 还能够正常的播 还能正常的让人 还有人来支持 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 千万不能幻想 一群这三个是吧 这个汉奸 完命的批评中华文化 对中华文化 丧性病狂的恶毒进攻 这样的人还能有多少人去支持 我觉得不做这种幻想 我们认认真正的讲我们的道理 老潘谈历史 我也在谈历史 只不过我们谈的角度不一样 他谈欧洲的问题 他谈我们之前的事 我谈之后的事 我谈美国的事 我们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小的知识 小的学问一点点做出来 生活的常识慢慢讲出来 政治上的一些基本观念 都给他讲清楚 我觉得我就对得起 我这个频道应该做的事情了 至于其他方面 有多少人愿意听 能有多大影响力 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OK 我说这么多 老潘补充 以前我们三个人是反贼 现在又是汉奸 又是反贼 潘大哥和徐大哥说的对 很多人就是 很多人就是 其实 对我们的批评 或者是对 恨不得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去消失 然后另外也是 就是跟徐大哥一样 就是 当然了 我们是希望这个 我是希望就是 订阅这个 徐大哥和汉大哥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个是肯定好的 因为你未来的中国 如果没有像日本那种 下了脱亚入欧的这种决心 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深刻反思的这么一个潮流出来之后 你再想去就是立足于世界或者是你融入到整个世界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必须的就不破不立 你不打碎这些东西 你是绝对不会有希望 对香港是这样 对美国更是这样 美国为什么就是他要他现在要要重塑他的保守的主义 确实是因为泛自由的东西或者是极左的东西太泛滥了 包括 包括我在的加拿大也是一样 加拿大其实是现在的一个保守 保守的这种整个的势力复兴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要要说的 徐大哥和那个潘大哥您看两位还有还有没有总结了 那如果没有总结的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然后我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都会比较多了 我们就希望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三角洲的这个这个节目吧 就是能够就是多做一点 然后也应当然了这个也是应了网友的这个要求 我们也多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一些包括包括就是我们对市局的一些观点 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我到这里然后徐大哥来做个结束 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